我到了门口以后看到天兵来斧吓呆了 然后这位上兵的这个老兵啊 拿着枪手一直在发抖 然后我把这个弹夹什么都抢过来 检查枪支里面 其实枪支里面已经有一发弹药上膛 不过还好 这发上膛的弹药是空包弹 也就大家知道我们在军中为了防止弟兄 枪支走火 所以我们一个弹夹里装五发子弹 然后第一发子弹是空包弹 也就是弟兄如果不小心上膛的话 万一急发 他是没有弹头的 他是没有弹头的 不会打伤人 所以我赶紧把这个子弹都退出来 然后我就问这个老兵 你怎么回事 这个老兵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说说包包连长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这时候呢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这个老兵胸前的口袋插了一只 还没有烧完的香灰 就是跟竹签一样 但是竹签是竹紫色的 但是他这个签是紫色的 就是香没有烧完的后面那一段 插在他口袋里面 然后呢 他的手上握了一把 一把明纸 烧一半的明纸 一半是灰烬 一半是明纸握在手上 我就问这个上老兵 我说你兄弟你怎么回事啊 你拿明纸胸前插的香干什么 这时候这个老兵才回过神来 赶快把香丢地上 明纸丢地上 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我刚才明明就是人家给我面纸 我抓了放了口袋 怎么从这个原子笔变成香 这个面纸变成了明纸呢 然后我就叫了这个天兵来福 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说你看到什么 这天兵来福爆料 我不能说 我说有什么事不能说 爆料那个下召带说 我说好 来那个排长 派两个人把他们换下来 这两个人不能战为敏 我就请排长派两个人 把这两个哨顶下来 然后把来福跟这个老兵 找回连长室 我就说你们两个人 讲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到了什么 是什么呢 保命军令 天兵来福的故事 希望大家仔细的听哦 今天的故事相当好听 保命军令 什么叫保命军令 命令命令 有的人讲说是 用生命来执行的 这个任务叫做命令 那么我的解释 命令是保命的军令 只要弟兄针对我的 我说的指示 能够贯彻执行 按照程序步骤要领 那一来可以保命 二来可以执行任务 所以我所谓的命令 叫做保命军令 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 刚刚到部队报到的一个新兵 那大家知道 有一些新兵到部队来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两光 也不是很进入状况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给他取一个名叫天兵 就是做事常常少跟金 讲话东一句 西一句的 我们称这种兵叫什么 没错 就是叫做天兵 那么这几个天兵多不多呢 其实每个单位都有天兵 那么我们单位的天兵 我们称他为来福 就是那个望望小狗 他就叫来福 他姓林叫林来福 没有错 那么他常常会说的一些 让老兵或者是让班长不开心的事 甚至傻眼的事 所以他常常受罚 也常常被折骂 那什么叫做会让长官 或是班长不高兴的事呢 例如他突然间就会眼睛 直挺挺的瞪着后方 然后就跟这个班长说 报告班长 后面有人在看你 或者是看到了比较资深的老兵 就说报告学长 后面的门有人要进来 哇这个 常常在夜晚 或者跟他一起战绍的这些士官 或是这个老兵 都会非常的头痛 因为呢 即使不害怕 知道他是个天兵 可是呢 升今半夜 他发出这种警告 人家还是会被吓一跳 所以他认为这个来福 这个天兵来福 常常装鬼下学长 所以他常常被骂 时常被骂 那我本来也认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菜鸟 是一个天兵 那因为 因为常常挨骂嘛 常常挨骂 那么我觉得 这些老兵 这么喜欢欺负他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没事 不要欺负来福啦 他是老师人 那这些老兵就说 报告连长 我跟你讲 他动不动是吓人 我们不是要欺负他 你如果不看他凶一点 他动不动就说 有个人站在你后面 动不动就说 有个什么玩意儿在你附近 吓得我们也不舒服 所以我们才会骂他 骂他一来是壮胆 二来是希望他不要这么白目 不要这么天兵 那么后来我就有一天 突然间突然间看到有一个老兵 在骂这个来福 骂得非常凶 而且我觉得他是已经超过了 我能够容忍的这个 这个 这个限度 我就跟这个老兵说 你不要再骂他了 你们两个一起过来 我就把他们两个找到 联党室来 想不到一追问之下 这不是一个天兵乱讲话的状态 而是一个灵异现象 那么幸亏有这个天兵来福 否则的话 可能有几个老兵 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全退伍 讲的直接一点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天兵来福的话 可能有几个老兵 根本没有办法活着退伍 那么连上如果有弟兄在营区发生 结束生命的事 或者是往生的事 那么我这个连长也吃不完兜得走 所以这个天兵来福 到底是个天兵 是来捣蛋的 还是到连队上来 解救大家的 不得而知 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个天兵来福 所遇到的灵异事件 跟大家做个转述 那么我也重新 因为天兵来福的事情 我 我这个了解了命令的真谛 叫做命令 叫做保命的军力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说在军中 从军中遇到营外 有选举开始说起 那么今年因为 我本身自己也参选 所以我有很多的竞选小物 大家知道竞选小物不能太贵 不能送太贵了 送太贵叫慧玄 所以通常不是送面纸啊 就是送原子笔 要不然就是送菜瓜布 要不然就是送一个什么 这个小小的 这个橡皮擦等等 一个小东西 然后上面贴着这个竞选人的 这个宣传的广告 那么这些竞选小物 在营区里面 绝对不允许来接受 也就是说我们会交代 大门口的卫兵 这些竞选小物 绝对不可以进入军中 因为如果这些竞选小物 送到军中来的话 那就造成了行政不中立 那所有候选人都可以进来发东西 那么不但不准弟兄 穿着军服 拿任何的竞选小物 我们也不准 我们的营区的围墙 被人家张贴任何的竞选海报 那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好像部队在支持 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 所以这个行政中立 在于我们军中 是一件相当相当重视的事 尤其是面临到选举 大家都不想造成过度的政治联想 所以说我们会要求的 非常非常的严格 那么营区的围墙 我们当时我们单位 就是保管大门左边的 那一长条的围墙 我们一到了下午 我就会跟副连长两个人 就跑步到外面去 看一圈 看看我们的围墙上 有没有被竞选人偷贴海报 或者是有留下任何的竞选的标语 如果有的话 赶快还不能自己撕哦 你自己把它撕掉 竞选人的这个候选人会告你 破坏他的东西 我们要打电话到警察局 请警察局通知这个候选人 来自己把它拆掉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被上级长官看到了 我们就会接受非常严格的责罚 这就是行政中立在军中的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那么 那么站大门口卫兵的士兵 更不能拿任何的竞选小物 就是有一些候选人经过门口 要发这些竞选的小物品给你的时候 我们是要求卫兵 绝对不可以拿 而且要迅速请他离开 要告诉他 先生不好意思 这里是国军的机关 我们坚持行政中立 请你立刻离开 我们通常都会要求弟兄 必须要非常非常有礼貌 而且要果敢坚决的告诉这些候选人 那么通常 这些候选人到了大门口以后 会很自爱 他不会把这些竞选小物发给卫兵 那么包含我们要收价 或者放价的弟兄 我们也不允许在门口 发放任何这些竞选小物 给我们的弟兄 那么 如果一经查获 弟兄回来就会接受 竞逐或者是 基本教练 罚战等等的一些责罚 所以弟兄们通常也不会 以身世法去拿这些竞选的小物 况且不值钱 一个面纸 一包才三块钱 五块钱 为了拿一包面纸 被长官发现了 竞逐或者甚至严格的 做罚勤 扫厕所 那这个也不是他们愿意的 所以通常 弟兄都不会拿 可是呢 总有几个弟兄 他是不会贯彻命令 看到候选人送的面纸 可能刚好他需要 他就拿了 那么拿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这就是到了白天 通常 光天化日之下 弟兄不敢拿 因为拿了会被人家检举 拿了会被人看到 所以都是在晚上 到了深夜的时候 晚上十点钟以后 如果有候选人经过 可能有的弟兄会想说 刚好我没有卫生纸 拿一包卫生纸 拿来擦鼻涕 或者是擦眼泪 都可以 就是可以来拿 那么不过呢 通常两个卫兵会互相监视 都会互相提醒 长官说好 不可以拿的 不可以乱拿 那么这一天晚上呢 总有例外 再严格的营区 总有例外的状况 什么样的例外状况呢 也就是有的兵 他还是积极的 要去拿这些老百姓 所发的小物 那么这就是发生在 晚上的一点钟 那么一个老兵 跟天兵来福 一起站大门口卫兵 那么这就是国军的规定 一个老兵要带个新兵 不能有两个新兵 同时带哨 在哨上来站卫兵 因为都是真枪实弹 如果新兵反应不过好 门口没有守好 反而枪跟弹给人家给抢走了 这还得了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派一个资深的老兵 带着一个菜鸟新兵 一起战卫兵 那么这次呢 天兵来福就跟一位老兵一起站 站晚上一点钟 那由于湖口 到了冬天的风非常的大 一面吹来 就吹了这个老兵啊 就流鼻水了 这个就鼻水直流 就鼻水直流 然后刚好 有一个竞选的候选人 经过了这个大门口 就说 阿兵哥辛苦了 要不要拿一包面纸 这时候这个老兵心想 哎呀 刚好 我就需要面纸 流鼻水 我又忘了带手帕 也忘了带卫生纸 这个鼻水一直流不舒服 他就顺手要去接这个候选人 送给他的这个竞选小物 这个面子 那么晚上一点 没错 就是晚上一点 这么晚了 还有人在发竞选小物 实在是太努力了 那看来我实在是 太鬼混了 发到晚上八点多 我就扫接就不扫了 这个候选人居然扫到晚上一点 哎 真的令人敬佩的精神 那不过敬佩归敬佩 这个时候 马上 这个老兵伸手去拿这个面子 然后来福在旁边看到了 就 多说了一话 多说了一句话 报告学长 不是不可以拿吗 这是老兵心中那种 自尊心受损 极度不爽 瞪了来福一眼 就说 多管闲事 那这个来福心想 是学长 又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来福 就说 学长 长官规定不能拿 那么这个老兵就说 不然你有带卫生纸吗 我留BT 要不然你给我 那来福当然也没带 就没有说任何话 那么没多久 老兵就说 等一下 你也要拿一包 你也要给我拿一包 否则 我拿了 你没有拿 万一你去告密怎么办 你去告我这个 私藏竞选的小物 那我不吃不完 兜着走 所以他要求来福 也要跟他一样 拿一包面子 否则 他就要对来福 来做一些处分 那谁知道呢 这个来福健壮 跟见了鬼一样 不但没有拿 这包的面子 反而向后 弹了两步 躲到哨所里面 那这个老兵心一想 你是怎样 你要跟我 你要 你要跟我宣战吗 他说 好 你不听我的 你等着倒霉 然后 也没怎么样 战哨战完了 战哨战完了 下了哨之后 晚上三点多 我就发现 外面的声音很吵 好像有人在 在修理 在骂别人 那我在连长室里面 我就出来看看 我说什么事啊 那我就一看 一个老兵 正在对来福 大声的斥责 斥责他 那么我就说 怎么回事啊 半夜三更 不睡觉 这时候干嘛 在这里修理老兵 老兵亲户新兵 我们连长不允许 这个老兵就说 报告连长 我跟你讲 这个天兵 真的太过分了 今天晚上 我真的一定要跟你 告状 这个时代太糟 我说他又犯了什么错 这时候来福 什么都不敢讲 这个天兵来福 知道他不能够 这个做告密者 不能做穿小鞋的人 不能做这个料碑 所以他什么都没说 那倒是这个老兵 全部都糟了 他说 报连长 我是不愿意拿 这些竞选小物 可是呢 因为到了晚上 我忘了带卫生子 站在门口 刚好流鼻涕 流鼻水 那么这个候选人来发 那我就把他拿了 来擦鼻子啊 然后来福就跟我一直吵 吵到现在 害我的鼻水也没差 拿的也是白拿 那我就说 你到底是拿谁的竞选小物 你拿给我看一看 老兵说 就在我口袋里面啊 他顺手一掏 怎么口袋里面 除了一把 除了一把沙子以外 一把像灰尘一样的沙子以外 什么都没有 他说 报连长 一定是来福 他硬把我拿去丢掉了 所以我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有拿 我自首我有拿 我真的拿了一包这个竞选的这个面纸 我自首 但是呢 我绝对没有恶意 我也不会违反行政总理 那么虽然 我想一想 既然没有任何的证物 我说好吧 既然没有找到 表示没有拿 也不要 你也不要责怪来福了 好不好 没事了 睡觉去 这个我也不想让这个来福 因为我修理这个老兵 造成来福以后的日子更难过 我就说好了 没事 睡觉了 这个是我不追究了 那么这个事情 说着就过了一个星期 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那么因为我一开始有讲过 通常竞选小部 不是口罩面纸 或者是原子笔 要不然就是一些小东西 不会就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东西 都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 可是呢 这一次 我居然发现了 这个竞选小部 真的是我这辈子都没有看过 是什么东西呢 我讲给大家听 一个礼拜过后 同样的 又是这个老兵 带着二兵 这个天兵来福 一起战哨 那大家一定觉得奇怪 这两个兵 怎么老是一起战哨 对我告诉你 战车点就是这样 战车点没有几个兵 大家是轮流 不会让这个老兵 或这个新兵 连续战两天的艰苦哨 就是一点到三点 那么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轮到他们 再战一次的 这个艰苦哨 一点到三点 所以又轮到这个老兵 跟天兵来福一起战 那么一样 又是到了晚上一点多 这时候发宣传评的候选人 又来了 又来了 那么这个老兵就心意想 上次我拿了 没有放到口袋 这次他并没有想要擦 擦流鼻水 也不想要干什么 他就是要拿 跟中了鞋一样 他就是要拿 他就跟来福讲 好啊 你去告诉连长 你跟连长讲 我就一定要拿 他就伸手 拿了一包面纸 然后呢 这时候这次候选人 又加码 又多给了他一支原子笔 所以他就把卫生纸 顺手就放进了口袋 很很顺手的放进了口袋 然后这个原子笔呢 就插到他的这个 这个胸口的这个口袋里面 然后继续扶琴 就跟来福说 你告啊 有本事你就告啊 我不怕你啊 对不对 反正我连长你知道 我有拿 怎么样你就告 这个老兵可能是有点生气 那这时候 其实来福 发现这个老兵 从拿了面纸以后 把这个原子笔 放到口袋以后 这个老兵就不太正常了 为什么 他的眼睛就一直看着 围墙外面的 这一个候选人 这个候选人 不知道在跟他讲什么 但是来福觉得相当的害怕 就拿着枪 出枪警戒 那这时候呢 这位老兵 摆出了一个 让来福非常惊吓的知识 就是他把弹夹上去 把子弹装进去 然后拉枪击一下 这来福心里想 学长干嘛 学长你疯了吗 你要打我吗 不是 这时候这位老兵 拿着他的步枪 抵着他的胸 胸窝 就抵着他胸前 那这时候来福觉得 不对啊 这学长是不是疯了 鬼上身了 难道 难道他要开枪吗 那可是来福也不敢 上前去夺这个枪 因为他相当的担心 他不敢去夺这个枪 所以他集中生智 怎么办呢 只想到了 哎 右边 右边有一个警铃 他打算按警铃 这时候他的眼睛余光 瞄到了大门外面的 这个候选人 这个候选人 瞪了来福一眼 来福 经过来福的描述 来福说 这个候选人啊 只有半个脸 另外半个脸是空的 然后呢 左半边的身体看不清楚 就是只有半个身体 只有半个身体 然后从鼻子嘴巴 中间切了一半 然后不断的对来福冷笑 然后一直用手 比着枪的这种姿势 好像就是叫这个老兵 要开枪 这时候来福也 顾不得心中的恐惧 用力的按下了 卫兵旁边的警铃 这时候待命般的警铃大作 整个警铃大作 两警铃大作 然后所有待命般的士兵 全部赶快换了装冲出来 认为有什么大事 因为半夜暗警铃 必然是有暴徒 闯入营区一类的大事 所以这个待命般的牌长 马上带着兵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 发现两个卫兵都目光呆滞 这个老兵呢 拿着枪抵着胸窝 牌长一把就把这个枪抢过来 然后把这个弹夹退出来 子弹退出来 然后呢问萊福什么事 这萊福吓得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已经吓呆了 然后这个待命般马上通知 通知我 连长出大事了 我说什么事 他连长你敢来一趟 我就跑到门口去处理 我到了门口以后看到 天兵来俯吓呆了 然后这位上兵的这个老兵啊 拿着枪手一直在发抖 然后我把这个弹夹什么都抢过来 检查枪支里面 其实枪支里面已经有一发弹药上膛 不过还好 这发上膛的弹药是空包弹 也就大家知道我们在军中为了防止弟兄 枪支走火 所以我们一个弹夹里装五发子弹 然后第一发子弹是空包弹 也就是弟兄如果不小心上膛的话 万一击发 他是没有弹头的 他是没有弹头的 不会打伤人 所以我赶紧把这个子弹都退出来 然后我就问这个老兵 你怎么回事 这个老兵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说包连长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这时候呢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这个老兵胸前的口袋 插了一只还没有烧完的香灰 就是跟竹签一样 但是竹签是竹紫色的 但是他这个签是紫色的 就是香没有烧完的后面那一段 插在他口袋里面 然后呢 他的手上握的一把 一把明纸 烧一半的明纸 一半是灰烬 一半是明纸握在手上 我就问这个上老兵 我说你兄弟你怎么回事 你拿明纸胸前插的香干什么 这时候这个老兵才回过神来 赶快把香丢地上 明纸丢地上 说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刚才明明就是人家给我面纸 我抓了放了口袋 怎么说这个原子笔变成香 这个面纸变成了明纸呢 然后我就叫了这个天兵来服 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说你看到什么 这天兵来服爆料 我不能说 我说什么事 有什么事不能说 爆料那个下照再说 我说好 来那个排长 派两个人把他们换下来 这两个人不能参为兵了 我就请排长派两个人 把这两个哨顶下来 然后把来服跟这个老兵 找回连长室 我就说你们两个人 讲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到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一无一时的 跟连长说 这时候 这个这位老兵 就说 爆爆爆连长 我在门口战哨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候选人 又来发面纸 那我就很气来服 他上次不让我拿 告我的命 所以这次我就自己拿 我就硬要拿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那么叛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想去拿这包面纸 然后这个候选人 就对着我微笑 然后又给了我一支原子笔 那我把原子笔放到口袋 面子放到我的裤子口袋的 那一同时 我就突然间发现 我的枪支 我的枪支 我必须要把子弹上堂 我说你为什么要上堂子弹呢 他说我觉得有危险 所以我就上堂了子弹 他说那我上了堂以后呢 我就听到来服一直在叫 一直在大声叫 我也把他叫什么 那么后来警灵就大作 我说好 这是你的遭遇 那我就问来服怎么回事 这个来服就跟我说 爆爆连长 这个大门口有不干净的东西 那个候选人 他不是人 那是个鬼 我说他为什么是个鬼 他说因为其实我从小啊 我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常常试着要警告别人 所以我的人缘非常的差 我每次只要一警告人家 人家就以为我吓他 每次我只要讲了 然后没有人会听 可是呢最后发生事情 大家都说我乌鸦嘴 所以他的人缘很差 到了军中以后 他就心里想是不是不要管闲事了 就随他去吧 可是我看到这个这些鬼魂 好像要伤害我的 我们一起当兵的这些阿兵哥 我不忍心 我就要警告 可是呢 这一次当我按下警灵的时候 这个候选人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他说我知道他不是人 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他不是人呢 他说因为他只有半个脸 另外一半的脸不见了 他只有半个脸 所以我知道他不是人 但是他这个对我一瞪 我知道他会来找我报复 因为我破坏了他的好事 那么报告连长 看来我可能要大难临头了 我说不会的 我说在军中 在这个军中 我讲的算 管他什么妖魔鬼怪 围墙 营区围墙里面 我说的算 他要对我的弟兄不利 要过我这一关 况且 他只是想要拉票 他只想拉票 他没有必要害人 我说要选举的人 应该是广结善员 他何必要害你们呢 我说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 我说你不用担心 你大门口的哨兵 我会帮你调开 近期内 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你不要在大门口的卫兵 那这个天兵来福还是很害怕 还是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总认为 他按锦铃下走了这些鬼魂 这些鬼魂一定会找他来索命 那么我看来福每天都过得相当痛苦 所以我说好 我来帮你求求救兵 找找人来看有没有帮你 我就到营区对面的这个军品杂货店 因为人家说啊 营区附近的军品杂货店 原则上都是情报交换中心 也就是说这个部队 近十年来发生什么事 这个主官干了什么事 哪个兵做了什么坏事 那么大门口的军品杂货店的老板 原则上他都会有情报 都会有情报 所以我就到了门外 到了这个军品杂货店 我带了一个这个伴手礼给这个老板 我说老板这个送给你 我们军中自己做的这个点心 送给你 这个老板非常的灵光 他说长官啊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就说吧 我在这边这么多年了 你们里面的长官出来 送我你们部队里面做的东西 就表示你一定有事要问 有什么事你问吧 我说老板 这个名人不说 我说暗话 我说我的士兵上个礼拜 在大门口发现了一件怪事 他说什么怪事 我说有一个候选人 有一个参加选举的候选人 不知道选什么 拿了一个面子 一个原子笔 要给我们的弟兄使用 那我当然规定弟兄不能拿 那谁知道这个弟兄 就违反规定就拿了 后来发现我们另外一个新兵 他有阴阳眼 他就发现 这个发竞选小屋的人 不是人 应该是鬼魂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营区附近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意外 还是跟我们部队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门口的杂货店老板就这样说 你不问我就不说了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 他说这个大概四年前吧 就是四年前 我们这边在办理选举 有一位参加里长的候选人 很努力 白天发晚上发 然后到了晚上还去拜票 那么到了晚上将近一点钟的时候 就是四年前 他就在过马路的时候不慎 被一辆大卡车碾毙了 他说他的头被压爆了一半 那当然大家觉得很惋惜 那当然他不能选 所以那年的里长他还没有选上 那么后来 我们就很多人就看到 这个里长晚上还会在门口发传单 那么因为这条路的百姓 大概都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到了晚上 大家就把门窗紧闭 那就只剩下你们 营去的大门口的卫兵看得到 那么通常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们这些卫兵 阿兵哥都有浩然正气 这些鬼魂通常不会去找你 那么恐怕这两个兵的运势特别低 然后又违反了规定 拿了他的宣传小物 所以就通了灵 就看得到他 那既然看得到他 那就危险了 他可能会找他做交替 我就想了一想 我说这四年了 他还不离开 马上又要选举了 我说他会不会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还是如何 他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心愿 我们也找了法师超度 也没有用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大概知道了这个状况之后 经过他的描述 这位选里长的候选人 他往生时候的形态 也跟天兵来福描述的有几分像 那么我就想了一想 我就想起了 以前我们连队上退伍有一个兵 我们都叫他是个半仙半仙 他家是开宫庙的 我就打个电话给他 我说兄弟 我说连上有难 问你一下 你还有没有在修行 有啊 报告连长有休息呢 我现在都开始在练那个金铜 我基铜 我可以上身 我说不管你是练什么铜 我说连上有状况 你可不可以来协助我们办理一下 这位弟兄相当讲义气 就来了 他就来了 他就跟我说 报告连长 这个候选人 经过我的这个沟通 他不知道他往生了 他一直以为他还在选举中 这四年来 他不断的在继续努力要参加选举 他不知道他往生了 可能在发生车祸那一刹 他的魂魄被吓出来了 所以他不晓得他往生了 那我说那要怎么样让他知道呢 他说让他知道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强制性的 就是你找一个法力很强的法师 我说那你的法力够不够强 他说我的法力不够强 他说可是如果找一个法力很强的法师 或者是道士来这边做法的话 会伤到这一个鬼魂 那么我说好 那有什么 还有什么比较柔性的方式呢 他说有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 就是让他自己知道他往生了 然后他就会 这个烟飞灰散 就会整个散掉 我说要如何让他知道呢 用八卦镜吗 他说不行 八卦镜太凶 八卦镜他看到的话 他一看到他永不投胎了 那我说怎么办 他说你可以在营区的门口 看看有什么办法 用反光的方式他看到 他说把营区的门插得很亮 我说你傻了 营区的门是白铁门 那又不是铜的插不亮 他说爆料 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可以让营区的门口 这个铁门 让他可以反射 让他看到自己 他就会知道他自己往生了 那么说不定 他就去他该去的地方报道了 那至于要用什么方式 爆料 这里就自己来思考吧 那我想一想 这个弟兄退伍这么久了 还愿意回来 而且把这个问题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就想 大门口可不可以把它插得很亮 我就请这个一分钟带明白的 这个牌长 我说来 你去把我们大门口那个铁门 看能不能把它插得跟镜子一样亮 这个牌长用铜油 用去铜水 用各种方式怎么插 他就插不亮 他不是 他不是铜的 是插不亮的 然后我就想一想 那个时候刚好很流行 那个VCD片 光碟片 那么 当时我就看到 带运班有人在听DVD 我说 你这个东西蛮亮的 可不可以拿来当反射 后来我一看 可以看到脸 那么我就到了附近的资源回收厂 跟这个资源回收老板 我说 你有没有废弃的这个VCD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这个老板拿出来一大碟 这个都没有用 你要就送给你好了 我就拿回一大碟的这个 VCD的光碟 我就请这个牌长 我说来 你把它贴在 我们大门 大概150公分的位置 贴三排 然后贴一长排 他贴着干什么 我说当镜子 如果这个鬼魂晚上经过了 看到了 说不定他就看到自己 那如果长官来督导 我就跟长官说 为了怕晚上有车辆冲撞 所以我就贴了这个 废弃的VCD的这个光碟片 在门上当成反光 来维护安全 我说这样子 对长官 对鬼魂都有的交代 你就贴就是了 然后反正 你们都是麻瓜 你们也看不到 只要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营区安全 你们大名班也 也放心的 可以晚上浮情战哨 那这个排长 相当的灵光 就把它贴起来 贴得非常整齐 那么长官经过来 督导还说 我们很有创意 把门口 这个反光措施 安全措施做得很好 那么就到了夜晚 晚上一点 那这个时候 士兵都期待着 会看到什么东西 那么绝大多数的士兵 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 天兵来夫就说 不好连长 我可以躲在哨所后面 来观察一下 看看这个状况如何吗 因为我有阴阳眼 我看得到 你们都看不到 那至少我可以知道 你这个方法有没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问题解决了 如果没有效 我们还要另外再想办法 我就想说 好 我说你去注意安全 那这个 这个天兵来夫就说 不好连长 你可以陪我去吗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我陪你去 我就陪着来夫 就到这个 刚少庭的后面 躲在后面 到了晚上一点钟 那两个卫兵 完全看不到 完全没有感觉 那这时候就发现 来夫的嘴唇开始发紫 我说怎么了 他就指着那个门口 意思就是 来了 来了 那么原则上 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听到了 有一个人用他的手 在抓门口 那个光碟片的声音 这种抓的声音 那我就知道 有人在动 有人在动 那大概过了 30秒钟的时间 这个声音停止了 这个声音停止了 其实当时我的 鸡皮给大家都起来了 哇 这个身上鸡皮 给大家起来了 变得相当的寒冷 30秒之后 突然间温度又恢复了 恢复的正常的温度 声音也没有了 然后这时候 这个突然间 天兵来夫 全身的大汗 哇标出来 标出来 我说干嘛 你什么事啊 抱我脸上 没事了 他走了 我说怎么个走法呢 他说他来了以后 一样手上拿着 竞选的面子 右手拿着卫生纸 然后一直递给我们 门口的卫兵 我们的卫兵都看不到 因为这两个都麻瓜 完全看不到 然后呢 他就开始看这个门 发现了门上面有 贴着很多的光碟片 他就开始被这个光碟片 反光的这个光线给吸引了 然后当他一看的时候发现 其实他只剩下半张脸 身体也剩下一半 那他经过了一番挣扎 手去抚摸这个光碟片 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了 那经过了短暂的时间之后 他就从头到脖子 变成灰烬 然后化成一缕青烟飘走了 就飘走了 一无所有都不见了 那么当时战绍的这些弟兄 我问他说你们刚才有什么感觉 他抱怨没有什么感觉 只觉得刚才有一阵凉风吹过来 还蛮舒服的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他抱怨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时候 这个天兵来福就跟我摇了摇手 意思不要说 我说没事 我说没事 进入秋天时节 那当然天气比较冷 晚上注意到加件卫生衣 保暖不要感冒了 我们就当做没事就离开了 那么从此之后 这个大门口 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怪事 不过这个事件 我以后只要有新兵来 遇到了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故事 分享给连队上的士兵 告诉他 千万不可以 穿的军服 甚至在服刑的时候 如果有候选人来发任何的传单 竞选小物 绝对不可以拿 如果拿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 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就把这个天兵来福 遇到的事情 转述给大家听 那么很多弟兄就听完之后 不过连长 我们绝对不会拿 这实在太可怕了 我说如果你们不听话 依然违反命令 来拿取这个竞选小物的话 后果自行负责 那么当然很多弟兄都说 这是连长编出来的故事 要让我们服从行政中立 不要随便拿候选的竞选小物 那么也有弟兄讲说 其实连长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所谓的命令 就是保命的军力 既然连长会下这道命令 表示这道命令 绝对跟你安全退伍有关 那么后来只要我服务的单位 我用这个方式来下达 不能领取任何竞选小物 尤其穿的军服 那么绝大多数的弟兄都会 克尊我的命令 因为没有人想 当兵当到一半 就退不了武 就这个被勾魂勾走或怎么样 那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是今天我分享的 这个保命军令 也是跟选举有关的一件事 那很多人在问说 那么天兵来福还好吗 非常好 这个天兵来福后来 在我们连队上也退伍了 在退伍之前 因为其实他除了 这个有一点阴阳眼 看到东西会乱讲话之外 那么其实他的这个 记账是记得非常好 后来还就当了我们连队上的财务士 我就送他去授财务训 当了财务士 当了我们连上的行政 负责记账的 一直到退伍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才说 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看他天兵天兵的 最后居然还当了我们连上的行政士 负责管账 而且他管的账清清楚楚 有条不问 所以我才说 不是天兵不能用 有些天兵是心里有事 你不去发掘他 当你发掘他 解决他的问题之后 其实这个天兵 他还真的是天将神兵 能够帮助连队上很多事情 化险为夷 所以我才说 我在服役期间 很多人说 我是很多人的贵人 其实也有很多的士兵 很多的小兵是我的贵人 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有很多很多军事上任务的难关 是无法通过 所以我就讲 人与人之间就互相帮忙 不见得我是他的长官 我就是帮他的 或许有些小兵 也是老天派来帮助我的 所以我才说 要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弟兄的阶级不高 可是只要你善待他 什么关键的时候 他会帮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不善待他 他绝对不会协助你 这就是我们常讲 带兵要带心 长官跟部署 互相之间 能够交心 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执行 完成各种 兼职的任务 这是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叫做 保命军令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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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